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电视教学节目第十一讲次 流动负债与货有事项 延续了第十讲重货的观念以后 我们要进入到所谓的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的话 大部分而言的话 都是因为进货或产生 或是因为短期借款 或是其他项目所产生的 另外的话 有所谓的货有事项的观念 我们在今天一起介绍 今天讲的重点有两项 第一项是流动负债 第二项是货有事项 首先介绍流动负债 在以信用交易为基础的 现代社会 社交和社交不可免 所以说大量会产生的 一些负债的情况 其中流动负债的话 指的是说的话 在一年之内就必须偿还的负债 一般而言的话 企业除了进货产生流动负债以外 有时候会因为资金的需要 比方说破建厂房 比方说需要资金 或者是说的话产生一些投资行为的时候 我们也产生一些借款 那举债的话 一般而言的话 只要做风险规划 还款有计划的时候 一般而言的话 股东并不会反对 所以说的话 市场上的话 也不认为说企业有负债 会有什么不好 首先介绍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的话 是说企业因为经营而产生的负债 叫做流动负债 有应付账款 薪支 费用 所得税等等 这些项目都是流动负债 那目前的话 是指符合四个条件之一的负债 叫流动负债 第一个是预期于报导日以后 十二个月之内清偿的 第二个的话 是主要为交易目的而发生的 第三个是因为 营业而发生的债务 预期将于营业周期内的 正常营业过程当中来清偿的 第四个的话 是企业不得无条件延期 至报导日后十二个月以后 偿还的负债 只要符合上面四个条件之一 我们就归类为流动负债 那流动负债的话 因为未来具有不确定性 我们又可以分为确定的负债 还有或有事项 确定事项或有事项 所以这个确定事项 指的是说的话 我们目前的负债 我们可以根据事实 发生的一个确定性来区分 所以说的话 确定负债的话 是说金额还有到期日 均能够合理确定的负债 我们叫做确定的负债 确定负债的话 要按限值来入账 换句话说的话 理论上要按折限值 但是如果说是因为 营业活动所产生的 期间只要不超过一年 我们直接用到期日 到期纸来入账就好了 不用折限 那是因为算不算折限的话 可能金额不大 我们就忽略了 确定负债的话 往往都是由契约 或是法律规定所产生的 这是最大的一项 我们来分明别类 看看确定负债有哪一些 第一个是所谓的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的话 往往是因为奢购商品 或是劳务而发生的负债 又可以因为交货条件 分为企运点交货 还有目的地交货 这两个名词 我们在上一章曾经讲过 它跟重货的归属 还有负债的认定是有关系的 再来看的话 是所谓的应付负债 应付负债的话 它是指负债已经发生 当尚未记录 依据全责发生基础 我们要调整来入账 它的项目蛮多项的 比方说应付利息 应付租金 应付水电费 财产税 还有应付薪水等 这些都算是应激负债 我们在做分录的时候 就是把费用估计出来 借各项的费用 比方说租金费用 带应付费用 比方说应付租金 再来介绍另外所谓的 预收收益 预收收益的话是指 在提供商品或是劳务之前 先收到预给的一个现金 应该预先拿的定金了 或是现金了 这我们叫做负债 等到提供商品或是劳务以后 我们再把这个负债 转列为收益 像一般的预收货款 预收的租金 预收的权利金等 都是预收的 等到劳务或是商品提供以后 再转列为收益 再来介绍所谓的应付票据 应付票据指的是说 在约定日期支付一定金额的 一种书面承诺 像远期的支票 本票都算是 如果说是因为 进货而签发的应付票据 我们可以用面额来入账 如果说付有公平利率的话 我们利息就计算利息费用了 如果说是因为借款而签发的话 如果说没有付利息的话 我们要用折限指来入账 换句话说的话 利息就内涵了 它的差额当作应付票据的折价 这折价的话 将来要转为利息费用 就是随着时间经过 再转为利息费用 再来的话 是说员工休假给付的问题 说员工休假给付 它是说员工的休假期间的话 公司仍然付给员工的薪水 一般而言的话 这是一种 和员工的一种契约 换句话说的话 员工休假的话 算是员工服务一定期间 以后的一种既定权益 这既定权益的话 我们只要金额能够合理估计的话 可以在服务年度 任务应该给付的成本 还有任务应该任务的负债 在支付薪水的时候 我们冲销负债 来符合所谓的配合原则 再来我们再介绍 所谓的应付股利 应付股利的话 是指股东会 通过现金股利的发放的方式 所以说的话 只要股东会通过的话 就所谓负债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借保留于 代应付股利 等到实际发放股利的时候 我们再做一个 冲销应付股利 也就是借应付股利 贷现金 另外还有个名词 叫做股票股利 股票股利的话 并不是公司的负债 因为公司在发放股票股利的时候 并没有减少资源 所以说我们在做 股票股利的处理的时候 主要是一个项目的一个转移 比方说我们是用保留盈余 发放股票股利 我们借保留盈余 如果是用资本公积 发放股票股利 就借资本公积 那代方的话 做一个股东权益的项目 叫做应发行股票股利 这样一个科目 来处理股票股利的会计问题 再来介绍所谓的存入保证金 所以这个存入保证金 它是指企业向顾客 或是员工 收受保证金 一般而言的话 在民间的一些行为的时候 我们有所谓的押金 这样的名词 像电表水表的押金 或是像公司要聘请一个出纳员 出纳员的话 防止它的道德危险 有缴纳所谓的出纳员保证金 另外还有所谓的平箱押金 这些押金的科目 叫做存入保证金 存入保证金的话 都会按照预期退还 都会有一个退还期限 所以说在退还期限之内的话 我们要列为流动负债 或者长期负债 就是看它有没有超过12个月 收到保证金的时候 我们可以借现金 或是带存入保证金 退还的时候 就将这个分路把它对冲 冲销掉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看到的原入 存入保证金 最后的话 有一个所谓的长期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部分 这个项目是说 这个负债本来是长期负债 就大于一年以上 但是它可能有一部分 今年到期 比方说 这个长期 比如说十年或五年的 一个长期负债 它是分期还款的 那在一年之内 还款的部分 我们就是流动负债了 我们要转列为流动负债 一般而言的话 像这种情况的话 有一些例外 例外的话就是说 短期负债和流动负债的差异 短期负债 并不一定是流动负债 比方说 长债基金 或是预期债融资 产生的短期负债 如果说是 长债基金来偿还的流动负债的话 因为长债基金 并不是流动资产 所以说用长债基金 偿还的负债 就不是流动负债 另外的话 还随着预期债融资的问题 如果企业预期债融资的话 也就是说的话 企业这个负债 很可能以债扬债 或是债权人 答应我们再延缓借款 延长还款期限的话 我们就暂时不用还款 所以说不需要动用流动资产 去偿还 像这种情况的话 也就不是流动负债 这是我们把流动负债 按照确定的事项 给同学做一个介绍 以下的话 由助长同学 帮同学举例说明 企业在现代 以信用交易为基础下 不可避免的就是负债的产生 负债又会产生很多种 我们来看以下的事例 第一个是预售收益 春树企业4月1日 预售现金货款10万元 于5月1日才出货 它的相关分路如下 4月1号的时候 借现金贷预售货款10万元 5月1号出货时 会把预售货款冲销 所以是借预售货款 贷销或收入10万元 接下来这个事例 是应付票据跟折价 下雨公司于1月1日 开据本票一张 面额1万1千元 不复息 向外调借资金12个月 市场利率是10% 那它相关分路如下 第一个我们要先计算 这张票据的限值 限值是1万1千元 除以1加0.1 会等于1万元 所以这张票据的限值是1万元 那我们限值跟面额之间的差额呢 我们用应付票据折价 这个科目来表达 所以1月1号的时候呢 是借现金1万元 借应付票据折价1千元 贷应付票据1万1千元 那12月31号的时候 我们要把应付票据折价 转为利息费用 然后把应付票据还清 所以我们12月31号的时候 是借应付票据1万1千元 借利息费用1千元 贷现金1万1千元 贷应付票据折价1千元 那在资产负债表中呢 它票据折价 如果还没转为利息费用的时候呢 票据折价是为应付票据之减相 接下来这个事例呢 是员工休假给付 秋风公司规定 A经理于明年就是11年 有一个月的休假 月薪为10万 A经理于11年11月休假时支付 薪资20万 那则本年度10年年底之调整分路 跟11年11月之相关分路如下 因为呢 应付员工休假给付呢 是要在当年度 就是知道的时候就热烈 所以我们10年12月31号的时候呢 会借薪资费用 带应付员工休假给付10万元 那11年的时候呢 是借薪资费用10万元 借应付员工休假给付10万元 贷现金20万 以上呢是金额确定的流动负债 接下来呢 我们再介绍呢 金额呢 决定于营业结果的流动负债 换句话说 要等到营业结果确定以后呢 才能决定流动负债 我们在这边做介绍 第一个是介绍所谓的营业税 营业税的话呢 一般而言的话 就是我国企业啊 都是采用所谓的加值型营业税 所以加值型的话 就是说呢 销货收入呢 减掉呢 成本之间的差额叫加值 就这个部分来刻营业税 好 所以说的话呢 目前我们是采用这种方法 就是营业人啊 就销向了税额 比方说呢 目前的话是规定销货额的5% 在单月份的时候呢 缴交呢 前两个月的营业税呢 给税捐储 另外的话呢 我们要知道的话呢 就是呢 进货的时候呢 我们也支付了所谓营业税 进货的时候呢 我们是采用所谓的进向税额 就是进货额的5% 当作营业税 这个进额的话 可以扣底销向税额 就是这两个差额的话呢 就是我们要缴交给 以税捐储的一个税额 好 那这两个税额的话 我们可以做比较 如果说呢 销向税额 大于进向税额的话 我们就产生了所谓的 应付税款 是一个负债 流动负债 如果说是销向税额 小于进向税额的话呢 就产生一个 可以留底的税额 换句话说呢 以后如果要缴的话 可以少缴一些 这是一种支禅 这是呢 流动负债呢 决定于营业结果的 一种情况 再来介绍所谓的 代扣款项 所谓的代扣款项是说 如果说呢 企业组啊 在支付薪水的时候呢 往往采用了 救援扣缴的观念 所以救援扣缴是说啊 我在支付薪水 就按照税法上的规定啊 把一部分的税额 比方说6%或13% 12%这样子 把这金额的话呢 直接扣下来的话呢 交给呢 国税局 这个呢 我们就是所谓的 救援扣缴的一种项目 另外的话呢 是所谓的 像呢 我们目前才有所谓的 健保制度 就是交纳所谓的健保费 也就是呢 营业人啊 在支付薪水的时候呢 就按照呢 健保的法规啊 预扣呢 一部分的 健保费呢 交给健保局 这部分的话 也是代扣款项 这些呢 都要根据所谓的 营业结果 就是呢 根据所得的一个金额 才能确定的 好的 那这方面的话呢 我们也请呢 助长同学呢 帮助同学练习问题 好 我们知道呢 企业在销货或是进货 都会有一个税额的产生 那销货的时候呢 就会有消向税额 那进货的话 进货税额是可以扣底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事例是有关营业税 东洋企业 10月份进货10万零五千 内含营业税五千 那另外呢 销货是二十一万 它有内含营业税是一万 那它十月份呢 相关分路如下 第一个 进货的时候呢 会借存货十万元 借进向税额五千 带应付账款十万零五千 销货的时候呢 会借应收账款或是现金 二十一万 带销货收入二十万 带销向税额一万 十月底结账的时候呢 会因为我们销向税额 跟进向税额可以 就是可以抵销 然后看借方或贷方来决定 是不是应该要缴纳税款 所以我们十月的时候 借销向税额一万 带进向税额五千 带应付税款五千 七月十五日呢 要缴纳营业税 所以我们是借应付税款五千 带现金五千 接下来这个事例是带扣款项 天秉公司十二月份 员工薪资共计一百万 应带扣6%所得税是六万元 员工应负担健保费是二十五万五千 雇主另外负担两万 他的分路如下 那我们企业负担的部分呢 就是员工薪资加上另外负担两万的健保费 所以我们会借记薪资费用 一百零二万 然后呢 带方的科目是 带扣所得税六万 带扣健保费两万五千五百 带应付健保费两万 带应付薪资九十一万四千五百 以上呢 是流动负债的一个内容 接下来呢 我们介绍呢 货有事项 所谓的货有事项是指啊 在资产负债表示 以前就已经存在的事实或是状况 可能呢 对企业呢 产生一些利得或是损失了 但是他的一个确定的结果啊 要看了将来呢 不确定事项的发生与否 才加以证实的 我们叫做货有事项 换句话说 这个货有就是不确定的意思 货有事项的话呢 可能呢 我们又区分为货有利得 或是货有损失 货有利得的话 就是将来可能会发生一些 对公司有益的事情 根据目前的会计原则啊 货有利得 我们会计上呢 是不入账的 但货有损失的话呢 我们会计上就要做处理 所以这个货有损失啊 它指的是说啊 不利的事项 可能对企业呢 造成负债或是费损的增加了 这时候的话呢 我们要按照的确定的结果啊 把它分为呢 所谓的准备 或是货有负债这两项 那什么叫做准备呢 准备的话呢 要符合下面的条件 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呢 在账上面呢 就认立为负债 第一个条件是说啊 由于过去事项的结果 使得企业呢 负有现实的义务 第二个的话是企业啊 很有可能的话呢 要流出经济资源 履行该义务 很有可能 比方说的话 几率啊 超过50% 第三个的话是说啊 这个要负担的金额的话呢 可以可靠的估计 如果说这三个条件 同时符合的话呢 我们叫做准备 这样一个会计处理 那如何做会计处理的话呢 我们要认清呢 所以符合准备的货有损失啊 我们举个例子而言的话 就是所谓的 售后服务保证准备 这样一个科目 所谓的服务保证准备啊 是说啊 公司如果说呢 销售商品 如果说负有保固 或是保用期限 在保用期限之内的话呢 免费修理的现实义务啊 就已经会发生了 已经确定的 这时候企业啊 很有可能要免费修理 这时候要流出资源 如果说金额 可以可靠的估计 比方说根据 过去的一个历史经验 可以估计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认定呢 服务保证准备 这样的一个会计项目 好 那做呢 准备会计科目的话 是这样做的 我们借记一个费用 或是损失的项目 代方的话呢 做一个损失准备 这是一个负债科目 这是准备的一种例子 另外一种例子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赠品 及兑换的这种例子 企业呢 为了促销啊 往往呢 会随着出货的时候呢 就附上一些赠品 或是退换的承诺 这些成本的话呢 应该列为推销费用 在货品出售的时候认列 在促销或是年终的时候啊 我们要估计啊 可能的赠品 或是退换的比率 加以计算呢 然后来认列呢 赠品的费用 还有应付赠品的准备 这也是一种准备的 这种发生的一种情况 好 学会了准备的会计处理啊 我们再复习一下啊 准备的话要符合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的话呢 就是呢 它会有限时义务 第二个的话呢 它可能付出的比率 超过50% 第三个的话 就是金额要可以 合理的估计 如果说符合这三个项目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做会计分录 借费用或是损失 带呢 某某准备这个项目 那以下的话 我们就请主讲同学呢 帮助同学呢 练习题目 好 我们知道呢 会有事项呢 就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 但是我们的企业 必须要估计入账 那我们来看这个事例 是服务保证准备 国附公司呢 销售汽车一辆50万 承诺保固维修一年 那估计服务修理费用呢 是3万元 余后一年内呢 发生修理费用1万 则国附公司相关的分路如下 在销货的时候呢 会借现金或是应收账款 50万 带销货收入50万 那他估计的费用呢 我们用借产品服务保证费用3万 带估计服务保证准备3万 那实际发生修理费的时候 是借估计服务保证准备1万元 带现金或是零件存货1万 就是把估计服务保证准备呢 冲销 那接下来这个事例 也是服务保证准备 国保公司 产销电脑终端机 本年度售出3000台 每台售价5000元 公司提供一年免费售后服务 公司估计售后服务工资 每台约为200 零件为售价之5% 那本年度售后服务支出工资42万 零件58万 假设上述售后服务成本之估计相当合理 则有关公司相关销货与服务保证费用的相关分路 跟损益表及财务状况表的表达如下 销货时借现金带销货收入1500万 那估计服务成本的计算呢 就是工资200元 然后加上零件的 零件是5000元乘以5% 所以是250元 然后再乘上3000台 所以是135万元 那分路就是借服务保证费用 带估计服务保证准备135万 实际支出的时候呢 会借估计服务保证准备100万 带现金42万 带零件存货58万 那在损益表的表达方面呢 就是销货收入1500万 服务保证费用135万 那资产负债表的表达呢 就是估计服务保证准备35万 以上呢是货有损失里面的 我们的准备的介绍 刚才我们提到说货有损失分为两种 一种是准备 准备的三个条件 我们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另外的话是所谓的货有负债 货有负债的话呢 是货有损失的另外一种项目 它也有三个条件 不过呢我们先说货有负债的话呢 它是不能够认列的 也就是说的话呢 它只可以做揭露 所以揭露可能是用负助揭露 那什么是货有负债的话呢 我们也是符合三者的特性 第一个就是说 过去的事项所产生的潜在义务 这种不确定事项的话 无法由企业所控制 那什么叫做潜在义务啊 是说呢 发生的可能性的话 它的几率可能小于50% 但又不是很小 比如说几率有可能会发生 比如说两成三成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的话呢 是说过去的事项 就产生了现实义务啊 因为下列的原因 未列为准备的情况 我们也是列为货有负债 比方说的话呢 并非很可能需要流出经济资源 来履行该义务 换句话说的话呢 企业呢要不要负担这个义务啊 还不确定性 并不是很可能 但是有可能 第二个话是说啊 几率呢超过51%的金额啊 无法可靠衡量 各位知道说呢 金额能够可靠衡量的话 是我们会计上面呢 任列分路呢 非常重要一个条件 就是说不能无法 不能够合理估计金额的话呢 会计上面的话 大概就没有办法做分路了 这是呢符合负债的 它的特性条件 好 那目前的话呢 我们对于负债 这个货有负债的处理的话呢 大概呢有一些情况呢 一般会做揭露的 比方说的话呢 为他人做保啊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或是诉讼案件 公司呢会有潜在义务 很可能是需要负担的 或是呢损害 或是侵权的赔偿 比方说公司的专利权 有一些官司在 这些损害赔偿的官司 已经在做一些进行当中了 公司很有可能做赔偿 或是呢应收票据的贴线 公司呢有时候呢 会有负有潜在义务 几率呢小于50% 但又不是很小 这时候我们可以做负主揭露 这是呢我们对于呢 负有负债的说明 所以说呢准备 还有负有负债 都是属于负有损失 我们在这边呢 提到的这个介绍 另外的话呢 还有所谓的负有资产 所谓的负有资产呢 它一直是说 由于过去的事项 所产生的潜在的资产 这种潜在资产的话呢 因为呢不确定事项的 未来事项啊 无法由企业所控制 那企业的话呢 目前是规定啊 不能够承认货有资产 比方说货有利益 也不能够承认 但是如果说这个利益啊 很有可能流入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负主揭露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对于企业的一个 附助揭露的话 就代表说的话 我们已经宣告给 报表的使用者 企业呢 很有可能产生这样一个 或有资产 或是或有利益 但是呢 不能够入账 以免啊 我们入了一个 很有可能入了一个 永远不可能实现的 一项利益或是资产 这是呢 我们今天强调的重点 好 最后呢 再跟同学呢 介绍一下呢 今天呢 有几个重点 就是说呢 我们在决定呢 确定负债的时候呢 有一个例外情况呢 同学呢 特别要强调的 就是呢 流动负债呢 和短期负债的差异 流动负债 短期负债呢 是不一样的 短期负债的话呢 是指时间 流动负债是指特性 那短期负债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有两种情况呢 可能不属流动负债 比方说的话呢 企业呢 如果说有一个短期负债 是要用常债基金 来偿还的负债 即使是呢 时间很短 但是呢 因为企业的话 已经准备一个常债基金 来偿还这个负债了 因为常债基金 并不是流动资产 所以用常债基金 偿还负债 也不是流动负债 另外的话呢 是所谓的 预期债融资的短期负债 所谓的预期债融资啊 就是说呢 企业虽然有一个短期负债 但是呢 企业呢 已经呢 跟债权人讲好了 我们公司的话呢 允许我们公司啊 用展延的方式 或是呢 引债养债的方式 这时候的话呢 我们现在呢 就不用再准备经济资源 来偿还这个负债 这个短期负债 也不是流动负债 这是呢 今天给同学介绍的一个重点 那呢 说明完这个的话呢 我们下次呢 就要介绍下一个单元 请同学呢 准时收看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